接著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針對最近各界都傳出 這個各大醫院有護理人員嚴重不足的問題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在今天就端出了他的最新證件了 他就說如果他們當選了之後 他們將會提供醫院的急性病房以及特殊病房 總計大約12萬名的護理師每個月1萬元的補助 而且是會由行政院直接撥款 醫院中的急性病床特殊病床的護理師 大概有11萬8千人差不多12萬 每個月希望直接補助1萬塊 這個補助不要從醫院發了 行政院直接付錢 直接從行政院付錢 因為前一陣子新冠疫情的時候 一些錢也是這樣直接發了 要確保護理師拿到錢 否則你搞到醫院去以後不知道東扣西扣 護理師拿到拿不到拿多少都不知道 所以直接付錢這是他們最期待的 第二個三班護病比要進入法 因為早中晚班都不一樣 工作性質也不一樣等等等等 所以三班的護病比要入法 就是護理師跟病人的比 幾個病人一個護理師 幾個病人一個護理師要護病比 第三個要擴大智慧護理 什麼意思 AI現在這麼發達 電腦這麼發達 很多事情你不用人工 我相信護理師每天填表什麼都搞死他們了 填這個填那個 然後怎麼分配工作啦怎麼樣 我覺得應該要智慧管理 這樣也省他們的很多的無謂的浪費時間 接著看到的是昨天晚上 國民黨在基隆舉行總統立委團結勝利大會 而不分區立委候選人韓國瑜上台時說 侯友宜是全台灣最本土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說侯友宜要賣台灣 這就跟韓國瑜要長出滿頭秀法一樣 完全不可能 連侯友宜都要賣台了 這個世界上不是好笑到極限嗎 侯友宜是全台灣最本土的政治人物 連他都要賣台了 就跟韓國瑜長出滿頭秀法一樣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對不對 對 台北市南港內湖區立委選戰激烈 而爭取連任的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在選舉公報當中 放入對手李彥壽的負面文宣 對此李彥壽回應 會向士林地檢署地狀提告 高嘉瑜在選舉公報中提到 李彥秀砸兩百萬買網軍公關公司 半年內議員議長立委都選 而且企業捐款收入還是全國第二 李彥秀身為環衛委員 審查負責之兒少權力法師 卻不在場等等 高嘉瑜也向李彥秀喊話 若是有任何不實的資料或是任何抹黑 誹謗歡迎來提告 對此李彥秀表示 選舉公報是所有政治人物對選民的承諾 台灣已經經歷這麼多次民主選舉 從來沒有候選人將選舉公報 可以喊話來打選戰 高委員已經不配用民主進步四個字 他強調 高嘉瑜為了搶救自己低迷的選情 打二職的選風 他會向士林地檢署地狀提告 大家最近有沒有陸陸續續的收到這個選舉公報呢 除了剛剛V仔的新聞之外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持續的關注 跟選舉公報相關的新聞 現在帶大家來看到這個是桃園市第六選區的立委候選人 他叫做劉瑞誠 但其實他原本的名字叫做劉上謙 大家記得嗎 他其實是一個老演員喔 對 他就是一個演員 那這個是媒體人黃陽明 他就在臉書上發文 就把他的這個選舉公報就貼出來 就說沒有發 沒有想到這個演員劉上謙 居然也有參選 那他貼出來之後呢 許多網友就紛紛歪樓 留言說魔王你贏了 資深媒體人黃陽明表示 看到自家選區 也就是桃園市第六選區立委的選舉公報才發現 原來老演員劉上謙也有參選 而他的兒子劉智翰 孫慶樂 以及女兒劉智瑜 現在在演藝圈也都相當活躍 其實劉上謙本名劉躍成 今年70歲 1975年出道之後 演過多部經典的電視劇跟電影 包含《新西遊記》《影天屠龍記》還有《不了情》等等 後來他逐漸淡出演藝圈 沒有想到去年重返演出電視劇 接著便宣布參選2024桃園市第六選區立委 當時劉上謙的兒子劉智翰得知此事 還說只要爸爸身體健康 做對的事情 他都會全力支持 而網友們也在黃陽明的文章底下留言說 魔王你贏了 為了背馬 懇請支持 至於為何網友會留言說魔王你贏了 其實就是因為劉上謙的女兒劉智翼 她曾經出演新十二生肖當中的《被馬一腳》 而劇情當中被馬的火慢全滅 她崩潰之後講出一句魔王你贏了 接著頭動自盡 也因此讓這句台詞成為了經典台詞 2024選戰倒數進入八天 而支持民眾黨的粉專我加阿貝拉 今天早上極喊說 他們的Youtube頻道無預警遭到移除 目前正在了解情況當中 粉專我加阿貝拉 今天早上PO出截圖 可以看到他們的Youtube頻道被警告 發信嚴重或是重複違反社群準則 因此已經從Youtube刪除頻道 官方指出 我們知道這可能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消息 但我們的工作是確保Youtube成為所有人的安全場所 對此粉專我加阿貝拉忍不住 驚呼說 我們Youtube頻道無緣無故整個被移除了 正在了解情況 接著呢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注娛樂圈的話題 這個天王跟天王嫂周杰倫跟坤林兩個人結婚八年 其實他們時不時就在社群上放閃對不對 對啊我覺得非常的閃耶 有時候看到都覺得好羨慕喔 但是呢沒有想到在4號的時候就傳出來 這個大陸的網路上居然傳出說 兩個人好像感情生變了 還說有一張截圖出來說是這個坤林 他在發文指責周杰倫出軌 對此呢坤林還在昨天晚間發布聲明反駁說 這個文章內容不實 錄網日前傳出截圖疑似是坤林的帳號 PO文指出 周先生撕下你虛偽的面具吧 你的完美人設不會隱藏你太久的 這樣的日子我一天也不想再過了 周先生你與你那些噁心的朋友們做的噁心的事情 真的會覺得不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嗎 還加上hashtag周杰倫出軌 以及周杰倫多人運動引發討論 不過第一時間就有不少的粉絲 出面質疑這張圖的真實性 而坤林則是在昨天晚上在微博上澄清說 這篇文章完全偽造坤林微博帳號的發文 在各個社交平台以及通訊軟體上散播假消息 更強調這篇文章內容不實純屬虛構 並非坤林所發 僅此呼籲大家不要輕易相信在網路上流傳的謠言 MING PAOAP OAP UAP 谢谢大家